杀死两名援警的林姓吴 遭法官裁定收押 积押理由有四点 除了杀人罪 还有强盗罪 他抢夺警枪又抢超伤 携带刀蟹四处逃窜 犯罪嫌疑重大 理由二 林姓吴是民德外义间服刑中的人犯 看清玉其未归 脱逃其间杀警 变换多种交通工具南北逃亡 背包内还携带了一本地图集 以及犯罪之后 到校园清洗犯罪的痕迹 足以证明有逃亡灭政之余 逃亡过程中不断换成交通工具种类 且南北迂回 足以在其背包中有发现地图集一本 那可以佐证被告逃避 检警追查逃亡的意图 另外凶贤本来就因为强盗罪被判刑 这一次袭警 抢夺警枪子弹逃亡时强盗超伤 有反复实施强盗之余 而鸡押亭 下午三点开三点半就裁准 等于是一开庭检察官报告犯罪事实 提出生压的理由 法院直接裁定 法服律师应该也没有陈述意见 委任律师就有法院会请义务辩护律师或者是法服的律师 在裁定上没有特别有记载说他有做其他的抗辩 残暴杀害两名袁警 46岁的林姓吴被棋底 他是宪兵退役 早期宪兵要接受特殊的训练 包括夺刀 夺枪 铁拿术 近身搏击等战技 这一些专业的训练 在他被袁警喷辣椒水之后 似乎自然而然地做出反射动作 摟袁警的脖子勾喉 犯下死刑 无期徒刑或五年以上之罪 从逃狱 偷车开始一步错 步步错 TVBS新闻 徐季红 顾索昌 台南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